我們請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天氣都不錯 請大家好好把握台灣上空 明顯受到高壓環流的影響 環流指的是這個 過去這一件事上禮拜很冷 就是高壓在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凍移出來 所以我們在它的南側 偏東風所以都很穩定 那預計下一波變化的時間 會在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的時候 預期各位有沒有看到 中國南方會有一些系統會接近 大概禮拜四的深夜到禮拜五的時候 會接近到台灣 不過這個封面應該是比較微弱 很快就會過去 然後週末應該會轉勤 有點偏南風 下禮拜預期還有一波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下禮拜二三還有一波封面 這波就比較完整一點 後面也有一些冷空氣 所以溫度可能會稍微僵一點點 不過這個變化還蠻大的 我們看看就好 那最近整個東亞都暖起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溫度都非常的舒服 請大家好好珍惜 你看大多數 這個暖空氣 過去冷空氣暗黑的樣子 都到南方 現在整個往北退 高尾度還是冷 但是問題是說 得慢慢的在回溫當中 請大家好好珍惜 只是說不時 偶爾還有一些冷空氣會難下 但是各位來看 現在來看的話 要降到很低的溫的機會 不是很高 大概就差不多15-16度 所以大家最厚重的義務 可以暫時收起來了 那這個時候 最近還是要留意空氣污染的問題 最近其實西半部很容易 受到這種大氣穩定 擴散不易 加上陽光很大 有一些光化反應 所以在台灣的西半部 本地的污染物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會擴散不佳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它的變化 那未來這幾天呢 大概西半部都相對的 非常的晴朗 東半部有一些 偶有一些短暖線的陣雨 大致上呢 禮拜一晚上各地的天氣都還不錯 空氣品質還沒有 還不算太糟 都是普通等級 但是這個下午的時候 會比較高一點點 要留意一下 明天白天其實空氣品質呢 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屬於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請大家留意 但是溫度回溫的幅度還蠻高的 26 27 28 甚至屏東都到30度了 所以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晴朗穩定天氣 目前來看的話 到週四留意西半部的空氣污染 週四晚上開始 微弱封面開始接近 週五呢 偶有陣雨發生 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